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郭少春 以及夫人黃薇9月26日晚間舉辦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週年的招待會 這是自疫情3年以來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舉辦的第一場國慶招待會 招待會在環球影城希爾頓酒店舉行 國級的政要、駐洛杉磯的多國領團代表 南加州華僑、華人、劉鶴生 以及中資企業等國家人士600多人 出席了當晚的盛會 郭少春總領事在晚會上再次強調了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他在致詞中表示 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的經濟體 兩國經濟結構高度互補 利益緊密交用 超過7萬間美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 近90%在華業務獲利 美企高層密集訪話 為中國經濟和市場前景投下了信任票 他表示 中國將會繼續堅持高水準對外開放 將以自身穩定性 和連續性為世界經濟成長 注入能量和動力 郭少春總領事在招待會上 向領區長期關心支持中美關係發展 推動地方交流合作的各界人士表示了衷心的感謝 我們相信在各界朋友 包括我們旅居 美國的僑胞的共同努力之下 中美關係會逐漸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 也相信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 給真實客觀的中國 去看清房友 去投資 去從事你們感興趣的活動 謝謝 當晚的活動 由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副總領事師遠強主持 加州財務長馬西韻 加州眾議員方樹強 科恩院院政委員Latisha Perez 美國國務院領團辦駐洛杉磯辦公室副主任Charlotte Miller 和加州副州長康依蓮顧問Evan Reed 等嘉賓也在會上支持 並向國少春總領事頒發了賀壯 馬西韻等在致詞之中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週年 高度評價美國華人華僑對於當地社區的貢獻 希望加州和中國的經貿關係進一步加強 美中關係能夠順利發展 與會的嘉賓還包括洛杉磯院院政委員巴格的代表吳宗國 洛杉磯市長辦公室國際關係與禮賓事務主任Vegenda Trembeshi 康普頓聯合學區警察局局長吳偉林 郭少春總領事最後舉杯祝福中美兩國繁榮昌盛 人民安康幸福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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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